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就是江贝镇的荆州村 我们这里就是法治文化广场 这里有个露营基地 这里有个渔夫广场 再往上面走就是一个 统车主题公园 广场的这个停车场 是收费停车场 封顶是每一天20块钱一台车 然后往上面走的话 一个渔夫广场和 统车公园 它那里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里的露营基地 这个露营基地是有洗澡间的 这个洗澡间的旁边 有这么一个洗漱台 方便来这里露营烧烤的朋友使用 洗菜啊 洗树啊 露营的话 要自己带帐篷的话 场地费是50块钱 你如果自己没有帐篷的话 它这里也有帐篷和天幕出租 这里有个大草坪 晚上如果就说开放的话 会有很多人在这里玩烧烤 然后唱卡拉OK 这个露营台子 它是搭帐篷用的 也可以在这里摆桌子 喝茶聊天都可以 因为疫情期间 这里暂时是关闭的 这里还有一个舞台 看看我们左手边 就是流洋河 这个上空 隔几分钟 就会有一通飞机 降落和起飞 看看这里有蘑菇 往往蘑菇是逃不出我的视线的 金利鬼散 这种蘑菇是可以吃的 但是呢 吃这个蘑菇就是不能喝酒 金利鬼散 居然长这么大 你看和我的手比下 一般的话金利鬼散 能够长这么大 是很少见的 有一首歌 它的歌名叫做流洋河 歌词是流洋河 不知经过了多少湾 这里我们不知道是第几道湾 我们只知道这里的西洋 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林浴间的旁边就是洗手间 它这个停车场很大 这个大姐带着我们去当地村民家买菜 他们上午已经买了一次 然后又去买 停车场往东走 沿着流洋河 往东走大概一两百米 就是渔夫广场 因为黄花机场就在这个附近 所以经常可以看见飞机 好香啊 真的 我就最想住这样的院子 看见没有 这个格局 菜地搞得好好 老爷爷 八十二岁了 你看看自己种好多菜 看看这就是我今天早上五点钟起床去的宁乡 乡下摘的蘑菇 看没有这么多 这么大个停车场就是有九台车 都是我们的小伙伴 都是床车没有房车 在这里露营 在这里野村 野村 露营是经过这里的工作人员同意的 像我们床车或者是房车 在外面露营或者野村 你停到别人的地方你就要跟别人打招呼 先沟通好 我们是用的移动电源和负电瓶做饭 今天剪的蘑菇 停车场是有灯光的很明亮 刚才工作人员给我们开了灯 原来引擎了 还算了 是说他有灯 面板 鬼子 太烤了 也比了 这是个小小的 太烤了 这个就是这个 和日子 与他一家 很多光 你还不够 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里面的大厨特别多 炒的菜典型的长沙口味 辣 重口味 适合我